早期依山而建的公屋只有楼梯或赤路 连接村内不同高度的平台 没有升降机 防委会推行家庄升降机计划 以优化现有的行人通道 方便居民 特别是长者或残疾人士出入 在家庄升降机计划里面 总共有三类型的项目 第一类就是连接屋村内 不同高低的平台 例子有爱民村 和平田村 第二类就是在没有升降机设施的公屋大厦 我们会贴着大楼建的升降机 以至每一层都有升降机去到 有平石村和葵盛西村 第三类就是在现有的行人天桥旁边 加升降机 有彩云尔村 这些工程一般伦近民居 而且往往在斜坡顶 斜坡脚范围动工 涉及大规模临时工程 房屋处推展项目之前需要详细规划 为了缩短施工期和降低对居民的滋要 我们会采用预制施工方法 将降制的升降机塔和降制的行人天桥 分析不同的组件 在地盘以外的地方进行预制 由设计到落成员工一般控制在两年的时间 加装升降机计划2008年展开 至今港九新界29个屋邨已经加装了74部升降机 6条扶手电梯和22条的行人天桥 现时当局正在五个屋邨 建造九部升降机和五条行人天桥 预计工程在2017年或之前完成 整项计划建筑费超过10亿 除了优化旧式的公屋 新建公屋也都全面采用通用设计概念 尽量撤合掌有相见不同人士的需要 例如村内公共地方有欢阔的行人通道 方便轮椅人士和长者出入 又在当眼的位置设置多功能感应地图 方便残疾人士 找通往各大厦和主要设施的引路径 单位内部设计同样别具深思 单位的大门的阔度扩阔 通道亦都扩阔 在单位的门章都是降低 在门股上也减轻回弹力 在水龙头方面 它使用杠杆式的水龙头 灯制方面使用大板型的灯制 长远来说 即使住户年老或者行动不变 仍然可以继续住在原有的单位 房委会自2008年起 运用通用设计的概念 兴建了超过40个屋邨 希望这些设计可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素 在这些设计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